《安徽一名退伍军人》 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部队里 我们总是给予着军人们应得的尊重 比如军人依法优先之类的规定 便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军人的敬仰体现 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这些规则 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位石南徽省的一名退伍军人 虽然他早已退伍了 但是当军人时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 却一直跟随着他 他年仅31岁便早早离世 事迹却值得人们知道并向他致敬 胡臣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庄里 虽然生活清贫 但是是有着寻常人家的快乐 父母辛勤的工作 弟弟和他快乐的成长 但是天不遂人意 母亲在他七岁的时候过世了 小小的年纪也便没有了妈 但是兄弟二人和爸爸一起生 活 日子也不至于过得太差 家里祖辈上就有人当过八路军 胡臣也一直向往的成为一名军人 所以在04年的时候 他报名入伍参军 之后他的弟弟也和他一样 成为了一名军人 如果不是因为年迈的父亲需要人照顾 胡臣会一直坚持他的军人梦想 为祖国做一份贡献的 在部队的两年里 部队教会了他很多 坚强勇敢 果断坚毅 乐于奉献 为人民服务等等等等 在部队离他吃苦耐劳 表现优异 部队的领导都舍不得他的离开 而回到家中以后 他就和父亲一起去了北京打工 部队锻炼他的品格和吃苦的精神 加上他好学勤恳 工作做得很初次 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 他还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不幸的是 生活又一次向他发出了考验 妻子因为怀孕导致心衰 生下孩子后病情逐渐恶化 为了给妻子治病 他花尽了所有的积蓄 却没有换回妻子的性命 无奈之下 为了生活 胡晨再次北上故宫 把墙堡中的儿子交给了父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生活总是对这个坚强的男人下手 2016年 胡晨不幸患上了病毒性脑炎 病痛的折磨让他疲惫不堪 最终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但是在弥留之际 胡晨已向父亲告知了他最后的心愿 在他死后 他希望把他的器官捐赠出去 挽救更多的家庭 生活总是有很多不幸 但是让人心痛的是 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儿子 好父亲 好哥哥 好公民 会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 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着他 他却始终保持着善良勇敢的心 这位退伍军人 使得所有人的敬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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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